四十度烯的常温,让梦中的温度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差别,等过了六个月,豆子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看哦,这就是赠权的谷底哦。 这首歌都在这里,看哦,看哦,看,看哦。 哦,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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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累了 緊接著進入壓榨的過程 壓榨後的殘渣可作為肥料 物盡其用,一點也不浪費 之後是調配主油階段 調配後的醬油 則放在除油桶內保存 最後再以機器裝瓶 以人工包裝 黑豆印油肉腸的製作過程 才算完成 這也是黑豆印油 品質高 價格高 產量少的主要原因 這裡是西羅舊廠 從前完裝美味醬油的生產場所 陪伴完裝人數十個年頭 現在大部分的生產流程 早已遷移到二輪的廠房 因考量 西羅是完裝的根基 留下來的是黑豆 陌式醬油的製料程序 不過也因為這個念本的念頭 讓完裝搭上了休閒旅遊工廠 既能保留文化 又有工廠實際運作的條件 剛好符合成立觀光工廠等 完裝入選了觀光工廠計畫輔導案 也成立了觀光發展科 準備負責接待學校社團的參訪活動 雖然觀光工廠的計畫 尚在籌備階段 但由於這項計畫 讓完裝發現 有許多值得留戀的東西 並未被保留下來 困難的地方是 一些老東西的收集 因為我這個地方 大概經過幾十年 我們已經改建了 那當初沒有很刻意地去保存舊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目前還沒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努力在收集當中 所以目前 就這一個部分的問題 是我現在比較感受的 然後 楊兒幾乎一輩子都在做醬油的阿正師 以最敬業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的工作 每天認真地做出好醬油 現在終於知道 完裝的黑豆燕油 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與眾不同了 因為醬油裡 還有阿正師的用心與執著 西螺有生產文明全台的醬油 也是完裝的發源地 如果您有機會經過 雲林縣西螺鎮 不妨再次稍作停留 參觀醬油工廠 親身體驗一下 醬油的製作過程 Afro 愛的演唱 因為歉思惠 雲林縣西螺